大家好 欢迎收看七浪房车 我今天呢 要给大家去带来一款 行车可以坐五个人 那住车情况下可以坐九个人 也就是说有两个会客厅 两张床 适合一家四口一家五口出用是没有压力的啊 只要这台房车下潜 我感觉所有的并房的销量应该是有所受影响的 它的底盘有优势 布局呢 也是有一定性的优势的 咱先下车 先说这让这个底盘信息啊 上汽大同的V90加长轴超高低的底盘所达到的 车厂呢 是在5米94 车翻是在2米11 高度是在2米75 限高是在2米9 也就是说内高可以达到1米93 大哥的也可以让您畅通无阻啊 搭载呢 是一个上汽派的2.0T材料发轮机 后驱双胎的 而且是6AT的一个法波邦齐变速箱 以及它一个外观的话是属于四字方方正正的 也就是说内部空间呢 是不会得到压缩的 后卫部的话是有抽拉式的彩虹炉 这边有小桌板 当年打开的时候 对吧 就可以在这进行起菜炒菜 是不是特别的方便 上方制央棚的话是可以达到2米5乘以3米左右啊 是不是在这去做饭 非常的方便 那么后卫部的话是有全尺寸的一个 嗯 这个背 这个什么叫什么 车架 是吧 一个可以放下两个自行车是轻轻松松没有问题 而且是一起是一个爬梯 两边的话是双层的亚克力版外机装 可以进行个通风换气的 走 咱上车去看它一个整体布局 中门这个区域搭配的是一个电灯踏板 当中门打开是自动弹开 非常的灵敏 还有这个 双层亚克力版的一个 沙门铝合进一个边框啊 前三 后二的一个布局 喝点呢 是5个人 也是咱整车的第一个回客厅 咱可以在这去吃饭喝啥聊天 娱乐办法也可以 他的座椅呢 也可以进行拼床 拼成床尺寸是在85公分 长度呢 是可以达到1米9左右啊 睡下一个成年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这边呢 是采用一个新工艺 是一个鞋顶的 是没有电视的 如果大家想用电视的话 我们也可以给你做成电视的 也可以的 多拨的一个方盘 6at的一个法波帮其变速箱 是不是特别的丝滑的啊 这边是咱室内的厨房 有格兰式17升的一个微波炉 抽烟机 下方是佛罗特色102层的电冰箱 台面有800瓦的电子输入 咱这边是有取电口的啊 放家用电器都是可以的 因为有3000瓦的一个高品逆变气 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卫生间 藏的是可大可小的 就是说 我们让这个卫生间不占有你车的一个整体空间 而且它的不能是一定要强大的啊 里面这些设备是有带灯的换气扇 高清的镜子 抽空间 折叠式的吸收盆 包括布定是一个旋转马桶啊 咱吸到的时候怎么办 不管你是200斤的壮汗啊 也都可以站的下 向外去抽拉就可以了 抽拉稳的话 这边壁住它是会释放的 可以轻松得到80公分乘以90公分的内部空间的啊 台北呢是一个进口的尾波四通水的一体机 让你24小时有暖风有热水 当然不使用这个污声间 你看 还可以把它完全给封闭起来 不这样咱下方一个坡道 藏的是ABS一个树质工艺 防灵防潮防变的 来继续看看我们后方这张床吧 目前没有拓展呢 是在1米25左右 长度是可以达到1米87 那一家四口怎么睡呢 咱轻轻的把这个床向外去抽拉 对不对 就可以达到一个2米04乘以1米87一张超级大床 从中门这个区域啊 到后卫部都是这样吃的一张床 非常大 试一下一家四口 轻轻松松没有问题 床的正上方呢 就是孩子的24伏中央碰条了 来咱们把这个床收起来 就秒变一个四座对卡的第二个会客厅 沙发一个长度是在90公分左右 坐下四个人是轻轻松松没有问题 隐藏式的一个小桌板啊 台面的话是有800瓦的电子路 这边12伏220伏的取件口 通通给你标配在内的啊 包括储物空间 是不是 那把小桌板收回去的话 下方就是海尔的一个三公斤的本通席机 同样给你标配是在内的啊 这辆车它带一套语音操作系统 你只需要喊上一嗓子小吃就可以了啊 咱平常关灯呀 关这个总店员是特别的方便的 这辆车它的价格也是非常亲民的 官方标配呢 是在32.8万 咱就可以买回家了 那么现车呢 是属于高货车型在36万多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这样是一个具体参数 详细参数 你直接在评论区问我一下 我把这个电子版的配置表发给你 这些视频就到此结束 再见